哈喽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莲藕排骨汤 把一截藕先去皮洗干净 切成滚刀块 去皮的莲藕我们用清水冲洗干净 看白白胖胖的 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从中间给它切开 尝尝的藕丝 然后我们把藕不切成薄片 切成滚刀块备用 为什么切成滚刀块呢 因为我们这个藕要炖炙很长的时间 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 我们把藕切成滚刀块备用 然后把姜也切成片备用 排骨用凉水多清洗几遍 在清洗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手用力挤压这个排骨 把排骨里面的血水尽量的挤出来 挤干净 血水挤得越干净呢 我们做出来的汤呢 我们炖出来的汤呢 味道就越鲜美 没有任何的腥味 用力挤压 把血水全部挤出来 排骨洗干净之后 凉水下锅焯排骨 大火烧开 约三分钟 我们把排骨从热水里捞出来 然后放进温水里 多清洗几遍 要把每块排骨都清洗干净 待排骨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从温水里捞出来 控水 然后准备一个炖锅 锅中放入姜片 排骨 藕块 又加入了花生米 还有几个红枣 来增加汤的鲜美度 然后一次性架构足够量的凉水 盖上锅盖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浮沫 我们撇去所有的浮沫 然后盖上锅盖 转中火炖制15分钟 15分钟之后 我们转小火 再继续炖制一个半小时 约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汤就包好了 有两种加盐方式 一种呢 只在碗里头加一点点盐 然后放入我们包好的汤 喝 还有一种直接一次性 把盐夹构放进汤里 两种的区别就是 如果你盐一次性放入汤里 这个汤一次喝不完的话 下次再喝的时候 会影响汤的鲜美度 排骨啊 软软烂烂的 入口即化 藕呢 吃起来香香面面的 汤是甜香甜香的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 点赞订阅关注分享哟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